欢迎回来这里只剩在直播的 灵动钻石 月动七夕 肖邦天猫官方直播 那现在呢 相信粉丝朋友们 已经等待很久了 就让我们隆重地欢迎 肖邦品牌大使杨子 来到我们直播间 欢迎小子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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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杨子 大家好 首先要恭喜一下小子 因为今年其实非常重要 他成为了我们肖邦的品牌大使 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成为了 品牌大使以后的感受吧 首先非常开心能够加入 大家庭 然后跟大家一起 可以进行 很多美妙的一些过程 我觉得肖邦一直在传递的是 享乐人生的这么一个精神 而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享受生活 比较积极乐观的一个人 我们都很清楚 小子是一个非常热爱 自己生活的一个女孩子 对 我确实是 所以会经常用一些珠宝作品 来宠爱自己吗 当然 就是可能根据每天的心情 然后搭配不同的颜色 而且我们一提到小子 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 首先呢 就是肖邦一直强调 我们是满怀情感的公益大师 所以我们找自己的品牌大师的时候 首先呢 他是我觉得小子 他身上充满了对这个世界 对他的家人 对他的粉丝 对他的工作和生活的热爱 对 其实这点就很符合 而且又是 他是有匠心的一位非常好的演员 从他同心出道到现在 一步一个脚印 对 所以我们觉得他热爱生活 然后在自己的职业上 又尽力求精 那同时呢 因为今年呢 是我们Happy Sport 关于快乐钻石的一年 对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 选一个身上很有 躍动特质的一个女性 我觉得她很独立 她很自由 她很无稽 所以是我们非常强调的 女性真正的快乐的力量 所以呢 我觉得她是一个 年轻的快乐的代表 所以我们非常开心的 我跟小子合作 都把我夸得不好意思了 鼓掌 马上也觉得 我脸都红了 很值得鼓掌啊 天哪 这么多美好 我脸都红了 有些刚才说是想到 其实小子从很小开始 就开始在我们的镜头前出现了 真的想讲一句 梁子老师 我是看着你作品长大的 哈哈哈哈 开玩笑 那其实 请工作人员来 这是一个动手考验 呃 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考验 你动手的插花工艺了 我在家没事就插花 真的假的啊 因为我今年变得 更加热爱生活 哦 太棒了 那我今天 那我装饰 我这个表不就漏了 没关系 我们就让 我们就让几个颜色 然后每个颜色 你就告诉我 它给你带给你一个感受 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好 第一个颜色 红色 热情奔放 热情奔放 黄色 呃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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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色 治愈吧 治愈 好的 蓝色 呃 很平静 我觉得 哎 蓝色也有治愈的感觉 也有治愈的感觉 也很平静 好的 白色 白色就是很纯洁 很青春年校的感觉 嗯 那绿色呢 绿色比较有冲击感 比较时尚吧 我觉得 是 看一下好不好 这个其实是 杨子把刚才我讲的 这种颜色 全部放到了 我们的花盒里面 有白色 绿色 蓝色 黄色 没用颜色 就有不同的能量在 对 但是 你中间有没有空了一块 哦 因为 可以说吗 可以说 因为我想 一会儿放我们 萧邦的香水 哦 真的 对 来 帮你准备好了 亲自放进去好不好 真是贴心呢 哎 正好 刚刚好是 哇 特别漂亮的一个 永生花盒啊 那这个其实也不只是一个 有识道具 它另有讲究的 这个杨子亲手 帮我们插好的花盒呢 会成为接下来的 我们小子粉丝 独家福利 因为 因为天猫的独家的款 是个一种温柔的力量 对 好的 好 我们请示 特别棒的一个手膜 你看没有 而且你看 其实这款表啊 在不同女性身上 它的风格不一样 小子其实带出了一种少女感 因为这一款 是我们定制的嘛 对对对 栖栖定制 首先会有 就是 虽然 我没有男朋友 但是会有恋爱的感觉 哦 就幸福感 对 有幸福感 有幸福感 奔放 所以我首先带她就会感觉很快 什么感受 粉色的快乐钻石 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这个粉色就会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觉得很少女 然后很温婉 哦 对 是这种感觉 是 而且粉色上女性 好像一旦出现的话 女孩子都觉得太可爱了 对 所有颜色里面 粉色是女生最难抗拒的颜色 所以 对 我前两年 在我小的时候 我最喜欢黑色白色 但是这两年 慢慢随着自己 年纪的增长 对 年纪的增长 我看到那种粉色啊什么的 我超 我来 哇 这块也很漂亮 很棒的一个绿色 其实刚才我有跟吉良在聊天 我们说 无绿不红 对 其实绿色 就是最红的颜色 是 哇 哇 这个是日月星辰腕表 对 哇 这个太浪漫了 来 请这里帮我介绍一下 我今天好像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对 其实可以看到 对 我们的活动钻石腕表里面 对 然后里面也会有太阳 月亮 星星 对 融合了快乐的 太阳 月亮 还有星星 对 还有 而且这个表 其实非常浪漫 是假设有一个男生 送给一个女生这块表 就是将日月星辰 摘星辟月送给你 哇 就特别特别的美 真的 就很适合你演那些 仙侠军的女主你知道吗 是 就男主就去施法 然后把那些 星星月亮都带过来 就很漂亮 太适合我了 太适合了 实际上的女明星 来告诉我们一下 日常穿搭怎么选择腕表呢 如果让我选的话 其实 其实这个如果是粉色的 就还是我刚才说 比较少女的 是 比如穿那种裙子啊 碰碰裙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这一款 那其实那个 日月星辰那一款呢 我会觉得比较神秘 比较浪漫 那可能可配比较成熟 比如黑色啊 是 比较酷的 那绿色就是 其实冲击力很大嘛 它跟红色是一样的 我就觉得可以配一些 比较大胆的那种 那种穿搭 是 红色的话 就是比较热情 其实也是可以 根据颜色来配 还有我们的项链 手饰啊 什么的 可以一起来搭配一下 比如说你脖子上 这款项链 是很漂亮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 栖息的 对对对 是我们针对天猫 限量发售的 它是我们非常经典的 一个快乐钻石 Happy Diamonds系列 那其实用了白金 然后非常特别的是 我们第一次 是把粉色蓝宝石 粉色蓝宝石 好快乐 把一些新的作品 也呈现给大家了 我们也请这一个 图形 就是原理 这个考你 我觉得对你来说 应该非常非常之简单 是吗 就是你们艺人日常 经常做的一件事情 拍照 拍 好吧 很简单是不是 其实对于我来说 是超难的 超难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一个 特别会拍照 也不是一个 特别喜欢拍照的人 就可能如果我不是明星 可能私下 我只会拍风景 或者拍别人 拍美食 对我不太 美食我也不拍 就拍别人 就拍一些好玩的 记录别人的一些瞬间 对 那没办法 实际上你今天 顶着艺人的头衔出来呢 就跑不掉的 我们今天要来 是很简单的 我们会给你一个音乐 好 那跟着音乐节拍 来舞动 同时三连拍 准备放音乐 不是看 看圈上头 看五号机 来哦 看 他吃的时候 太快了 我们再播一遍 再播一遍 刚才完全没反应 对 再来一遍 好 准备了 三二一 音乐 是的 是的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腰疼 那个早上的时候喝咖啡 是 是我们肖邦定制的快乐咖啡杯 还是粉色 特别的可爱 保温线很好 很环保的一个杯子 它经常出现在你的这个日常工作的路上 对不对 我每天都拿着它 好 最后一个直播间 看我们的官方旗舰的直播间 来 接下来呢 就请你来帮我们回答咯 好 第一个问题就是 小子最近即将跟大家见面的影视作品或者综艺有什么呢 慢慢想不着急 综艺萌探探案 萌探探案 对 正在热播 好的 那我们拭目以待 看我们的这个萌探探杨子会有什么的表现 是 第二个问题是 最想成为自己饰演过的哪个角色 成为自己饰演过的哪个角色 那么多角色 我觉得每个角色在他们的世界里都很幸福 就是让我去哪个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因为在他们那个世界里 他们最后的结局都很美满 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有幸福的家庭 然后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结局 所以我觉得在我喜欢演电视剧和电影的原因是 我可以在那个平行世界里 体验他们的人生 对 特别棒 好的 所以是每个角色都可以 小邦 对 那最想拥有的超能力是什么 最想拥有的超能力可以窥探人心 窥探人心 或者是那种 瞬间飘移到哪儿 瞬间移动 对 瞬间移动 这是你的心下距离经常出现 如果能穿越最想去哪个年代 我想去唐朝看 唐朝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世界文明最发达的 那个时代 我想去看看盛世唐朝是什么样的 而且怎么吃都不用怕胖 你胖了也更美 对 而且可以比如说李白 如果用粉色单品的搭配造型会选择哪些单品呢 包吧 包 那第一次看到肖邦作品是什么感受 灵动自由快乐非常的优雅 收到过最值得纪念的礼物是什么 我粉丝朋友给我那个证书 他们去比如说捐赠一些公益 对对对 我很有爱心 最想送给肖邦女孩和小子粉丝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保持乐观的心态 真实的做自己开心过每一天 如果今天让你送一件礼物 作为七夕的礼物送出去 你会送哪一件 我会送腕表 你看你看你看 为什么想送这款腕表呢 因为我觉得首先是七夕嘛 寓意很好 是 那我觉得有男朋友的女生啊 让你们男朋友去送 那没有男朋友的女生呢 我们可以自己买 宠爱自己 对但是这个腕表一定是要有的 那除了腕表 珠宝之外 你想送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带的这款吧 这款是不是 对也很好看 特写给我们小子 我开始了 剧本开始了 昨天小子的好朋友小邦 悄悄来找我了 说我一份礼物 托我今天送给小子 但是我一忙 就忘记这件事 我们要去取礼物 小邦刚刚又发短信告诉我 说他已经在来我们直播间的路上了 但是快到直播间发现也没有带礼物 但是呢 这个礼物其实已经在我们小子身上了 就是我们七夕限量的Happy Diamonds项链 惊讶 惊喜 天哪 真的吗 我不信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演出 我觉得可以拿奖了 真的吗 我不信 怎么样 珠宇你觉得演得怎么样 最快乐的表演 最快乐的表演 演致带现很好 真的吗 我真的不信 这个礼物是真的是可以给我的吗 在这个直播间是可以给你的 现场安静了一下 当我们下直播以后 我们再问问Sherly怎么样 好不好 是这难题丢给你了 我不管 那接下来第二个挑战 歌词 好 准备好吗 七秒准备 倒计时 什么是快乐星球 吃吃 什么是快乐星球 吃吃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是快乐星球的话 我现在什么就带你什么去研究 吃吃 第二首 过关 几个了 差不多了 已经八个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我这位子 可以 天明照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问问题 这样好不好 我们公平起见 每个人问一个 好 现在小子来问第一个好吗 行 来帮我问个问题吧 肖邦 肖邦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我想问的是肖邦七夕天猫独家限量万表中有几颗宝石 打数字就可以了 打数字就可以了 是一到十 哪一个数字呢 哪一个数字呢 其实我们小子手上的那个万表有几个保持在手上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好 什么都不知道 那我们现在把一到十中间选一个数字 打在我们的评论里面啊 准备 我们倒数三二一要截屏了 开始刷起来 准备了 好 小子来帮我们数三二一 好 三二一 好 请 天猫的肖邦限量的单品 全球发行多少件 是两件单品是不是 对 其实两件单品 包括它的项链 嗯 几百呢 我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对 这个数字 你们大家打在我们评论中 几百呢 好 请各位立刻打起 是不是太刷了 好 一共几百件 几百件 我们打起来 请我们收拾了吧 我们三二一 三二一 小子带这一款 肖邦七夕天猫独家限量项链中的宝石 是什么颜色的蓝宝石 是什么颜色的呢 什么颜色的呢 你为什么答出了一颗粉红色的星星 主播间的观众来回答 是什么颜色的宝石哦 祝福好不好 希望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 嗯 嗯 要记得想我哦 拜拜 最想你的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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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